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呢 他是在这个快本之前录制的 一个15号 一个26号 这完全就是风神之前的一场预热 我估计在现场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俩不对劲了 就能无时无刻不再冒的那粉红小泡泡 关键 坏就坏的这节目剪辑他是个二五眼 他把你所有的滑点都剪没了 你们知道吗 他俩最精彩的部分啊 全给你剪没了 然后我们就只能去扒了那个他们那个路透和花絮去了 哇 这一扒了 大开眼界啊 前辈们 啊 这不就是婚礼现场吗 而且呢 在这个节目之下就是有姐妹还私信了我 就是说他俩要那个是不是要防暴啊 或B什么的 因为那个老婆说了那一句嘛 就工作室我们行影无离的那一句 哇 要是这么想的姐妹 我劝你好好地看完这一期啊 看完你就发现这俩已经不是在不在一起的问题了 而不是 而是要独独的问题了好吗 哎 废话都不说了 兄弟姐妹们 我带你们一起去管理 走起 走起 就这画面就这画面 你只能想说几句话呀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李成 有没有 有母游 而且最有意思的不在这儿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清楚 老婆当时第一次站起来那表情 都懵了好吗 就是俊子站起来 他就跟着站起来了 就往那外 哎 假之太有意思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在台上和台下 完全就是零和一来回切换 就是俊子吧 他在台上就是信任依赖和共情老婆 但是台下呢 他俩就反过来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老公让做就做 让站就站 家庭地位一目了然 哎 你们要是觉得我说的夸张了啊 我给你们再对比一下啊 什么叫功气十足和我那柔柔不能自理的老婆 看到了吗 这就叫功气十足 要说镜子 果然跟不过行为和不一样 那是靠哭出来的鱼 镜子呢 完全就是白漆黑 而且我跟你们说 这张图我拉了很多很多遍了 这手啊 就这手 绝对是从后背过来的 别的跟我说他是插腰 这绝对不可能 你们仔细看看 哎呀 而且吧 就是很多人又得说 啊 这么多人看着呢 那不可能 怎么怎么着 我其实好想吐槽这一点啊 就是 这跟人多不多 有什么关系啊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好像一对情侣走在大街上 你手互相碰碰 这是一样的呀 你大街上那么多人 你怎么没觉得不习惯啊 这不是一个道理的吗 那不能换成俩的 那咱们就序别对待了呀 那爱是不分性别的 爱和亲近在这一刻 是不分性别的好吗 他们俩也是一样啊 他们俩就是觉得自然呢 甚至有时候就是情不自禁 你们同意我这观点吗 有同意的话请偷一 你说人家在那儿亲 你俩在那儿笑啥呀 就这灰心一笑我 满脑子黄色废料我妈 玩戏就像这鱼一样 知道呢 知道为啥子吗 不搜 来打个分吧 你这你这完全不几个 那你说文公司 你说的跟万语一样 这是往外来成都说的成都话 比如说节目要求他唱歌 他不会说 哎呀不要不要 我不行我不行 他唱白 那就唱白那怎么办 看见对比了吗 2月四川话还不熟练 靠我妈 三月就突飞猛进了 这得是好的什么程度啊 啊 这是不是一对一不习呢 私下 我不能想了 一想画面就歪了 而且他这是下意识脱狗而出 你看看这个镜子惊的 这最可怕的就是习惯成自然啊 哎呀 老婆 你那娇羞的小表情啊 我求求你啦 你克制一下你积极吧 这料也就在傻白点 姐妹们 快把傻白点给打上吧 就这状态 就这表情 你还说的不是热恋 啊 我的羊肉要 在这桃花园里 蹦蹦跳跳 少 我 知道镜头为什么切换了吗 因为他们俩又开始踢踢踢踢 不过酷啊 我就不明白了 这怎么就不能看了 要不说酷这二傻子 就是跟不上芒果那精明 果然就是有道理的 你看看人家 笼笼包包都上了 你这算个啥呀 因为今天真的是要下班下晚了 所以说那个时长有限 我们咱今天啊 就准备烙磕了 来来来来 把那儿都拿好啊 烙磕开始了 今天烙点啥呢 我先说说关于私信的问题吧 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很多姐妹发现我没有回复私信 然后在这里面我就是给大家鞠躬啊 真的非常非常对不住 因为我每天呢就是工作室真的有一点忙 而且呢就是每天私信我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我根本就看不过来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看了几条吧 就就这真挺生气的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他的私信他特别不友好 那个有些人他就说那个 还有人说这什么物料不新鲜啊 别人分析过了什么的 姐妹我是狗仔队还是中情局啊 啊我要是搞什么新鲜物料 我要有这能耐 我就在他俩床底整一摄像头了好吗 真是1000人有1000哈姆雷特啊 你就算是老的物料 就算你看过了 我就照着自己理解说呗 反正大家不就是图一乐会吗 你信就信 不信你就当厅厅相声呗 还是单口呢 要什么自行车啊 当然了 人实在不喜欢那也没办法 当然也用不着说那些难听的话 你关不关注我都不是个事 只要爱他们两个都就够了 虽然那样丁家姐妹们都是一家人 可是呢就是我也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喜欢我呀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你们就是喜欢静哲就够了 至于我这呢就是有些人说我那个嘴那个恰恰的 我就这样啊 怎么办呢 我也改不了我说话习惯 我不是故意去损他或什么呢 就在北方吧 就是很多人猜我是哪的人 我是北方人啊北方人 然后我我习惯就是这样 我喜欢一个人我就调侃他 我不是说真的想损他好吗 还有吧 其实我今天心情本来挺不好的 挺低落的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做完这个视频我就开心了 虽然我做视频真的是挺累的 但是我一想啊 我一想 我觉得会有人去等着我 就是这种等待感和期待感 还有这种跟你们分享的这种愉悦感 我做完视频以后我就觉得 哎呀这幸福感就回来了 所以我怎么说呢 我做这些东西啊 我说一千遍一万遍 也许有很多人很多人都不喜欢我啊 但是请不要把我的初衷给诋毁了 就是我可以这个视频我做的不够好 然后我里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的心意 我不是为了利益 我也不是为了盈利 我不是为任何 我就是为爱发电 我就是喜欢他们 然后我就是想把我想的这些 就是要说给姐妹们听 你可以不爱听 但是你不要说我有什么别的心思什么呢 这样说的话 我真的是会有点难过的 有的时候就是听见这些话吧 我就是 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做不下去了 这视频 但是我又一想 可能还有其他的姐妹在等着我 所以我就又站下来了 我人又直了 多打点事啊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我吗 而且烂冷丁姐妹们喜欢俊哲就够了 喜不喜欢我 无所谓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感谢就是说我其实每一条弹幕 然后每一条评论 所有的就是你们说的意见 我都是有看的 真的就是每天看你们留下的 我为什么想要跟你们互动 你们知道吗 就是因为每天看你们这个 就感觉咱们在隔空聊天是一样的 你不留下脚步 不留下印记 我也不知道是谁看过 也不知道你们反馈是什么 但是你们一旦留下了这些以后 你就感觉咱们之间没有距离 就是感觉好像在面对面露坑一样 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姐妹们怎么想呢 就是这种感觉 每天看着你们的这些 这些这些东西我都能自己都能笑半天 我我非常感谢姐妹们给我带来的快乐 真的我爱你们 我真的爱你们 然后我在这里面做一个下一期的预告啊 这个下一期呢 有可能是在明天 也可能是在后天 这个可能是根据我这个工作情况来决定的 我尽可能是在明天会给大家发 这一期呢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旅时间线的那一期 我们先看第一期 叫做限定花期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 想看的请给我留言好吗 还有就是姐妹们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内容 也可以给我发啊 给我发 最好是给我发评论 嗯就是私信也行 但是我确确实实私信有点太多了 嗯感谢姐妹的理解 我再给大家来个大熊抱吧 走过路过的姐妹还是那句话 留下你们的脚印 有闭的就跑个闭场 没有闭的就点个赞 好吗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嗯啦